我们现在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两根无线长的细导线 距离相距低远 分别带了I1跟I2的电流 I1和I2同方向 求这两个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求过 我们是利用I1在I2这个电线上面产生的磁场 然后使得I2这条电线在磁场里面就会受力 那个很简单 今天我们就利用磁能来算算看 首先我们就注意看看 两根导线的电流 我们假设第一根导线叫做电流 叫I1 第二个导线2的 I1的导线叫导线1 但有I2电流的导线叫导线2 好 现在我们就看因为这两个电流同方向 所以磁力跟磁能的关系 这个就是正的 磁力等于正的gradient 那么我们用的是 第一个导线 在第一个导线对第二个导线的磁力 第一个导线 对第二个导线的磁力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我们因为现在不要求磁能 我们只要求磁通就好了 所以就用这个式子 这个算A式 然后呢 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要求Flux2-1 对不对 就是电流I1的磁场 在电流I2 在第二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那么我们知道 第一个电流的磁场 就像这个样子 像这个 比这更大的圈圈 就把第二个导线二圈住了 那么它这个磁场呢 就等于说 你从这里往这里一直算过去 像我们当中取一个面积基数 Dx乘DL 这一段里头的导 Flux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场 由I1产生的磁场 乘上这个 D2 乘上D2 然后你把这个积分 长度的长度为DL的一个面积基数 D2 它的方向跟这个是同方向 我们取得跟它同方向 那么B1是Flux的方向 那么我们把这个 带入B式 我们觉得Flux的方向 要等于这个 这是常数了 这个就是存量的 把这个常数都提出来 里头就是Dx over x 那这个积分就是log 我们本来这应该是 本来这个应该是 无穷大才对 不过你 无穷大的话呢 带进去这就 总是无穷大了 我们就假设 先假设一个数字好了 X' 最后我们再把X' 令它等于无限大 这样子的话呢 Flux2 1 就可以用log 把它表示出来 好 Flux2 1 就出来了 我们就带到 这个数字里面去 它就对I2 D521 over dx 称I2 因为这一段是在变动的 它可以从这里 一直变到无限远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值 对X做偏微分 就变成这个 还没有做偏微分 这样子 做偏微分 那这个就变成 X分子 这个值 好 那么 我们现在要 这个积分就是 它的Flux呢 是从这里 一直到无线远 就是从低远之处 到无限远 那么这个 无限远 也是一个常数了 所以呢 但X 就是这个 微分的话 第一项 就是零了 就是第二项 就是变成X分子一 X分子一 D带进去 就变成D 二排D分子一 所以单位长度的 磁力 就是把L除过来 就等于这个值 它的方向 你看是 负X方向 负X方向 就是说 I1 给I2的力 是吸引力 吸引力 这是一个立体 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这里有个电线 绕成好像一个弹簧一样 然后它在底下呢 掉了一个重为W的东西 它W掉上去以后 这个弹簧 就会伸长 对不对 但是它伸长到某一个地步 它就不再伸长了 比如说它伸长到 为I 总长为I的时候 它就不再伸长了 因为这个时候 弹力 弹力会有一个 就是这个地方 构成它的 这个不是弹力 我们不是讲这个 虎刻定律 而是这个 为什么会有力 往上拉呢 就是因为 它每两个线圈 相邻两个线圈之间的电流 都是同方向 所以它会有 互相吸引的力 所以它会吸引上去 这个力 就是属于磁力 它是磁力 跟重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于是它就平衡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 当它平衡的时候 这个长度 这个线圈的长度 是L 我们要问 你这个电流要多大 它在这个长度的时候 才会平衡 那我们就首先利用 它在这个地方平衡 那么一个物体平衡 你就把它的外力化出来 向上的力 跟向下的力 两个力 是物体平衡 那么有力学的平衡 第一条件 我们知道 它的合力 一定要等于零 合力就是磁力 跟重力 所以磁力 它跟重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么重力 因为是往下了 所以它的方向 一定是 负Z的方向 那么磁力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相邻两圈之间的电流 都同方向 所以我们用这个磁能来表示的话 它就是正的 Gradient WM 现在的WM 我们就用磁能 除藏在磁场里面来求 这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就好像是一个螺线管 好像一个螺线管 螺线管的磁能 磁场 我们很熟悉 我们现在是当做 边端效应不济 就是把这个当做好像是无线场一样 里头的磁场是保持一个长数 因此呢 它的磁场 在线圈里面 就是μ0 and over L 这个我跟大家讲过 你一定要记起来 外面的磁场就是零 磁场是这个 然后我们要取D套 D套就是在这里取一个面 体积基数了 体积基数 那么它的 它的 我们就是取 它这么大的界面 它的半径是A 所以就πA平方 乘上DZ 然后2μ0分之1 然后B就是这个带进去 D套 其实你就要把 因为这个都是常数 你提出来好了 提出来 D套就是整个 线圈的体积 就是πA平方 乘L 就是这个值 现在我们要为分了 因为我们要取它的gradient 这里看起来好像都是常数 但事实上这个L是会变的 L在变的 所以L我们就用Z来带 最后把Z变成L就好 F的gradient F的gradient 因为它是Z的函数 所以它的方向就是Z DW over DZ 我们把这个L 先用Z来带 然后为分以后 再把Z变成L 就是这个值 它的方向呢 是负Z的方向 因为Z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 负Z就是 朝这个方向 好 那这个求出来了 那么 磁力要等于重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就是磁力的向量 要等于负的重力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相等 那负Z跟负Z就约掉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 把它的电流I 求出来 它的电流值 就是这么大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 有一个螺线管 它这个 我们把它的线圈呢 没有画出来 因为线圈画出来 你这里头就看不见了 我们就说 电流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进去 然后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进去 它的长是L 接面积是A 总共绕有N扎的电线 每一扎电线的电流 都是I 那么我们现在将一根面积为A 也是A 磁导力为Mu的磁性 圆柱棒 它的一部分插进去 比如说我们插入的深度是X 现在要求 这个系统 作用在磁棒上的磁力是多少 它插进去 它是会被吸进去呢 还是会被排斥出来 因为 这是螺线管 它也在螺线管里面 所以它的电流 每一圈电流都相同 你要看这两个物体的话 它的flux也是同方向 因此力就是用gradient 正的gradient WM 然后WM呢 我们现在还是用 磁能出生在磁场里面 因为现在有磁性物质存在 我们就不好用B场 不好用B场 那我们就用H场 那么这就二分之一 μH平方D套 那么系统的磁能呢 就是这一部分 螺线管的磁能 这部分就是 这个磁性材料 没有到达的这个部分 以及磁性材料 在里头的这一部分 就算WM2 好 WM1 就是这一段 它的磁能 我们知道 它就是二分之一 μ0 μ0 H 然后D套 这个都是常数了 二分之一 μ0 H平方都是常数 提出来 D套积分呢 就是G 从这里到这里 A A 乘上 L G X 这一段 就是W M1 WM2 就是这一段 的磁能 它就是二分之一 μ H平方 乘上A 乘上X 我们把WM1 WM2 带到B里面去 所以总词能呢 这两个带进去 总词能 你把这个带进去 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要把它带到 A4里面去 求它的T度 因为它仅仅是X的函数 所以Gradient WM 就是X DWM over DX 那就等于这个 对X做微分了 前面这个就是零了 就是剩下后面这一项 那就是等于这个值 四棒所受的力 它是 它的力 你看它是X方向 我们的X方向 是 这里 算圆点 这里是X 我们说它从这里 插进去X 所以X方向 是这个方向 因此它是正X方向 所以这个力 就是往这一边的 因此这个 圆柱 棒 就是被吸进去 好 现在我们要看一个例题 就是一个圆形的线圈 半径是R 圆形的线圈 它有电流 它有电流 I1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它当作线圈1 另外有一个无线长的直导线 细导线 I2 那么I2跟I1这个圆 心之间的距离 是低远 因为这两个都有电流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两个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是多大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 这两个电流 你看电流好像看不准 这个电流是这样 这个电流是打圈的 你也不晓得它是同方向还是反方向 两个 好 我们就看它的flux好了 电流是这样子 它的magnetic flux是这样子的 那么I1是这样子 magnetic flux是这样子 进入直面 这个是出直面 所以两个磁通相反 磁通相反的话 它的力就是要用负的 gradient的wm 现在因为这个磁能不是很好求 我们就求什么 护感系数 把这个用护感系数来做 护感系数 那么我们就求m12 m12就是说 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在第一个线圈 产生的磁通 第二个线圈是这个 这个电流 在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它的这个 护感是这个 好 那这个就 因为它只有一扎了 所以就成了I1 那这个 那这个是跟第二个线圈的电流 有关 好 于是这个是I的话 就变成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要求 flex12就好 flex12 我记得 它是第二个线圈的磁场 它的磁场 在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 所以磁场要用I2来做 好 磁场 我们等一等就直接带这个 Build Sub-A-Law就好了 那么 DA1 就是这个线圈 我们取一个面积激素 因为要求flux 面积激素我们怎么取呢 我们就 以半径为row 这么长 在这个位置 取一个D5角 D5角 那这个长度就是 RowD5 RowD5 RowD5成DRow 就是 DA DA1 这个DA1 我们要取得它跟B2 同方向 跟B2同方向 B2 是出纸面 我们要顺着I1去 I1 是进入 I1是这样子 所以flux是进去的 我们要跟这个 它本身要跟这个 这个方向来比 这个方向呢 就是说这个面 面积向上是朝里头的 所以我们就取 静止面 就是Drow RowD5 这是静止面的 OK 好 然后我们就把 现在I2 在DA2的磁场 这个 在这个地方的磁场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你不要看这么大 这个 这是一个DA 这是小的 跟一个点一样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位置 这里是phi角 这个是Row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OK 好 我们用 Build Savalow 它是μ0i over2πr R就是从这里 到这一点的距离 从这里 到这一点的距离 那我们知道 从这里到这里 是D远 那这个距离呢 那就是等于 Row乘上 cos5 对不对 Rowcos5 就是这一段距离 B2是这个 出紫面 这个是进入紫面 我们带入C是 D1等于这个 B2是这个 带进去 因为一个是出紫面 一个进紫面 所以这个就是负的 变成负的存量 我们把这个存量 存起来 好 常数 跟Row没关的 跟Fy没有关的 我们通通提出来 在这里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看这个 因为啊 你先记这个好了 D加Row Cosan C的D5 这个基础来 站在层上 Row D 在这个积分 在积分 这个积分呢 我们查积分表 它的值等于这个 D平方 减若平方 开根号 分之二排 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负的这个 然后呢 这个就是原来这个了 这就变成 我是多写了一步 这个 D5的 翻来 这个积分 在这个再 然后积出来以后 再成长Row Drow再积分 好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用这个带 所以它就变成负 Rπ分之μ0 I2 这个积分是这个值 因为它有Row 所以你不能把它 放到积分号外面去 放到这里 成长Row Drow的积分 好 这个Row Drow 这个就可以把它变成 二分之一 Drow平方 它的积分 积分出来 就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把Row 等于R 跟Row 等于0带进去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把这个 带进去就变成这个值 那个带进去就 就得出结果来了 好 现在我们 我们看 Flex12 求出来了 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变成这个 然后呢 现在要求 Gradient W1m 那这个里头 什么会变呢 第一会变 就是导线2 跟导线1 这个线圈的 中心 圆心 之间因为它有 吸引力 排斥力 所以它会 会 会改变 我们就把它用Z 来代表 Z Parsure over Parsure Z 这个 微分出来以后 把有Z的地方 都用D来带 它就变成 这样的式子 好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看到的结果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又跳掉了 我们看它的F12的方向 是Z的方向 那就是说第二个线圈 给第一个线圈的力 它是属于排斥力 这是Z 所以它受的力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一个排斥力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这是一个磁路 磁路就是这个都是磁性物质 磁性物质 这个是一个U型的 U型 界面积是A的一个磁性物质 那这个呢 材料跟这个是一样的 界面积也是A 界面积也是A 就是说这个跟这个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为了把它分得清楚 等等要把它抬高一点 所以我们颜色化的不一样 那么这里有N扎的电线 让它产生H厂 有了H厂以后 那它的磁道率很高 它就产生了磁通 产生了磁场 产生磁场就有磁通 那这个磁通就是炼住 几乎都是在这个物质里头 这样的一个物质 现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总长度 从这里到这里 再加上这个U型的 这个材料 就是转一圈 总长度是L 总长度是L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上面这一块 稍微提高一点点 现在就是我们要求 这个物体跟这个物体 相互作用力 现在还没有提高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磁通就是这样子 那这是两个物体 你这个物体不在上面 它也会产生磁场 那现在问 这两个磁性物质 它们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是多少 好 那我们呢 就用这个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磁路了 磁路 所以 我们假定说 这个 没有 没有抬高一点点的话 就是 还是粘在上面 这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路啊 这个时候的H 我们当做H0 就是原来的H0 原来的资产强度 带到安倍定义里面去 等于Ni 所以H0呢 就等于Ni over L Ni over L L就是整个长度 好 现在假设 这个磁条 做一个虚位移 Delta X 假想它 离开它一个Delta X Delta X呢 远小于L 那比起它这个长度啊 总长度要小得很多很多很多 那这个时候 磁路的安倍定义 它离开一点点哦 它的H长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现在有一个空隙啊 有个空隙 所以 这个安倍定义就等于 有空隙 但是有空隙呢 这个地方的磁痛 这个地方的H长 跟这个地方的H长 我们还是可以当做它 是一样的 就是Hm 现在就多了两个 气息 多了两个Delta X 这个空隙 这个地方的H长呢 我们叫它叫 称它叫Hg Gap 这个要等于Ni 这是A是 Hm跟Hg 分别是磁性物体 磁性物体 跟气息的磁场强度 因为磁路的磁通啊 是连续的 这个还是磁通 还是连续的 所以 Bm A 这个Bm就是这个里头的磁场 乘上这个阶面积 就是磁通 要等于Gap里头的磁场 乘上 阶面积 然后我们把 Bm 当作是MuH Bg是Mu0 Bm Bg的就是Mu0 Hg 这个算 B式 我们就把A式 B式重写一次 在这里 我们解这两个式子 解A式 跟B式 我们解除它的Hm出来 你就把Hg消掉就是了 它可以等于这个字 我们化解Hm就等于这个字 Hgm就是磁性材料里头的磁场强度 那H0就是没有Gap的时候的磁场强度 这个是有Gap的时候的磁场强度 这个是Gap上面的磁场强度 将以上这个二式 代入下式 代入这个式子 就得磁条做位于前与后系统的磁能改变 这是磁条的位于的前 位于前 这个是磁条位于后 位于前 H0 做一个位于后 磁条的磁场强度是这个 Gap是这个 能量就是变成这个了 我们假定 这个地方有一个磁能差度 磁能的差 然而这个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非常非常的小 跟这两个比起来 都小得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它的第一套 比如说有一个Delta X 所以在这么小的数字 在两个巨大数字的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忽略不计 它就可以妈妈乎乎等于这一项 剪掉这一项 于是我们把这个合并 二分之一的μ提出来 那这个就变成Hm平方 解H0平方 Dta的平方 Dta就是A乘L 切面其身上磁性材料的总长度 那么于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因为Hm是等于这个 Hm带进去 于是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提高的高度 这个是持能的改变 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就要求 这是我们刚刚求出来 持能的改变 F等于gradient Wm 就等于partial Wm over partial X 那就等于 就是因为这个 Delta X 我们就把它用X来带 最后再把它 如果还有X出现 就把它弄成Delta X 这个一为分 这个带进去为分 就变成这个 所以它的力 就是这个力 你看它是负X unit vector X是超上的 所以它是把它吸引下来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力题就讲完了 嗯 对